正古则今 甲骨文文化展昨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起目 展览通过190余件文物 追寻甲骨文上记载着的商周文明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国家博物馆联合多家文博单位 首次举办以甲骨文为内容的文化展 展览通过190余件甲骨 青铜 玉石 书籍 实物构成的叙事链条 回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甲骨文被发现的历史内幕 这次展览不仅汇萃了馆藏的甲骨精华 而且还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玉器 石器 骨器等其他门类的文物中 也挑选出很多精品来辅助甲骨文展览 本次展成设计分为甲骨文的发现与制作 甲骨文反映的商代社会 以及甲骨文的研究三大部分 续听核心叙述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的文力 字形特点及甲骨文的分组 同时与玛雅文字 古埃及西形文字 进行了实物对比展示 让观众对甲骨及甲骨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走进甲骨世界再现商周文明 通过商王世系祭祀与信仰 战争与军队 贵族与直观 畜牧与田猎 天象与农业 疾病与生育 地理与方国 西州甲骨等九个主题 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通俗 据介绍 展览展期两个月 公众评身份证进入国博免费参观